國民黨北市議員陳崇文涉嫌 圖利網路傳輸業者 臺志光施壓市府拉勾預算 二十一號下午兩點半 臺北地院將再開積押庭審理 而傳出臺志光向市府報價時 態度也很囂張 過去審核預算藍綠常為此爆發衝突 目前掌握去年十二月底至今 市府已經和臺志光議價七次 希望臺志光能夠壓低監視器傳輸費率 但臺志光堅持每支兩千兩百元價格 還威脅市府降兩元的機會 已經給過了 如果市府不退讓就會斷網 向臺北市長蔣萬安受不受得了 根據瞭解由市府基層私下透露 被廠商威脅嗆下 各單位都是苦主十分無言 但又無法承擔斷網責任 只能任由廠商當飛揚宰割 我要再次重申 我們絕對誤網誤眾 我想對於這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希望司法能夠長明真相 誤網誤眾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